这是一部邵氏彩色猛片 说的是有一户人家被下了诅咒 子孙后代都活不过二十岁 小时候租袋子看过 可谓是妥妥的童年噩梦 故事发生在多灾多难的民国年间 世家是小镇的首富 不料被土匪盯上 一夜之间被杀了十三口 只剩一对母子 尸体被官兵扔在了后院的枯井中 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幸运儿也已成亲 还生了两个女儿 这天是师老太的五十大寿 世家大摆严习 各路亲朋好友都来道贺 不料宴习上二十岁的独子 连个热菜都没吃上 就突然口吐白沫暴毙而亡 而习因为伤心过度 没几天也撒手人寰 由于二十年前 世家也发生过惨案 街坊邻里都认为是冤魂作祟 但是风水师却说是井里的 尸气扰击地龙王 所以招之不祥 为了安抚地龙 每逢初一十五 世家都在枯井旁烧香祷告 时间很快又过了十五年 世家少爷的一对女儿 被老太太抚养长大 由于世家人丁单薄 怕殷气太重 便让孙女的姨父一家也搬了进来 家里多了好几口人 虽然热闹非凡 但也暗藏杀鸡 这天又是初一 到了祭拜安抚地龙王的日子 树上的乌鸦 似乎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果不其然 突然狂风大作 乌鸦直挺挺地掉在管家额头 导致流血受伤 丫鬟阿玉被吓得滋蛙乱叫 对老太太大喊着有鬼 大小姐欲没训斥她 不要相信鬼神之说 但老太太却说 血蛙的邪咒真灵验 十五年前 让我死了儿子儿媳 话音未落 排位前的灯笼又忽然掉落 吓得阿玉撒鸭子就跑 是老太伤心过度 头疼发作 姨妈让吓人阿巧炖鸡汤 剁下鸡头案板上的鸡身不停抽搐 吓得她连连后退 不小心点燃了自己的头发 背部瞬间燃烧起来 好在众人及时赶来帮她把火扑灭 然而诡异的是 阿巧背部居然没有被烧伤 丫鬟阿玉看了说道 鬼火不伤人的 听到她又在宣扬迷信 众人对她猛批一顿 其实所有人心里都害怕 在给阿巧抹药时 表少爷在门外偷看 金华不学无术 而且风流成性 因此 连世家的丫鬟都看不起她 阿玉发现她在偷窥 直接一杯冷水泼了过去 金华十分生气 却没有当场发作 等众人都离去后 她偷偷溜进阿巧的房间 然后用新学来的催眠术 对阿巧进行催眠 随后便是VIP片段 据说点赞关注才能看 我觉得没必要 这些画面没什么意义 咱们还是直接跳过去 转过场 玉兰在院子里看书的时候 差点被血蛙给咬到 血蛙是施家特有的产物 背上有人血 嘴里长钢牙 金华看着受惊的表妹 决定把她拉到房间安慰一番 她又想施展卧挫的催眠术 结果被玉兰用镜子给挡了回去 反而把自己给催眠了 清醒过来的金华 想要霸王硬上弓 好在玉兰的家教老师小徐 及时赶到 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 挽救了玉兰的清白 民国的有钱人就是会享受 家里甚至安装了电梯 但是施家的升降机 最近总是自己启动 徐老师补习完准备回家 不料暴雨倾盆 施老太便留她在家中过夜 说明天是大孙女玉眉的20岁生日 让她在家中吃了饭再走 徐老师欣然同意 镜头一转 金华又开始不安分了 她第一次怯欲偷香 阿乔忍着没有嚷嚷出去 不料这次尝到了甜头 又来瞎胡闹 小时候录像带播到这 不是家里停电 就是大人下班 反正不让看 玉眉发现了表哥的不轨行为 没有制止 只是夸她简直是禽兽 随后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结果看见了帝龙 她刚开始居然不喊叫不报警 结果遭受了 比阿乔还要猛烈的酷刑 等众人听到呼救声赶来 玉眉已经光不溜秋地领了河饭 金华 徐老师 老管家发现地龙爬到了天井那边 跟着跑过去搜寻一番 但什么也没找到 是老太不让金华下井 并让管家把井给疯了 众人只好选择报警 警方根本不信鬼神之说 探长怀疑是一副一家搞的鬼 因为他们搬来不到一个月 世家就获失贫发 很可能是基于世家财产 故意装神弄鬼 其实一副一家并不和睦 金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子 对他很不尊重 姨妈倒是想让金华和玉兰成婚 这样世家的财产 到时就都是他们家的了 不料世老太说 玉兰为了世家终身不嫁 这家人各怀鬼胎 等着世老太早日归西 古医生是世老太的私人医生 说老太只是血压低 身体没什么大碍 阿巧被金华接连侵犯 有了身孕 想让金华娶她 但是金华哪肯答应 姨父想教训这个禽兽儿子 反而被他打了一顿 镜头一转 下人杀鸡的时候 隐秘处有个神秘的人影 他把鸡内脏 偷偷扔进了地窖中 原来这些恐怖的血蛙 是有人故意饲养的 玉兰这晚睡觉的时候 听见阁楼上有采缝纫机的声音 他一个人不敢上去看 第二天早上 便叫了丫鬟阿玉一起 昨晚他隐约看见 地上有一件小孩衣服 如今不见了 便让阿玉帮着寻找 谁知阿玉竟然找到了一张老照片 上面有玉兰爷爷 但是身旁的老妇人 却不是他奶奶 随后两人又找到了施家家谱 本着不懂就问的精神 玉兰找到了施老太 她对玉兰说 你已经19岁了 有些事也应该告诉你了 玉兰 你不用怕 到了你20岁的时候 我们施家的灾难就会消除了 我其实是你爷爷的济世 正房死后 我才嫁了过来 玉兰又问为什么爸爸和姐姐死的时候都是20岁 施老太说 这都是地龙王降灾 但他让玉兰不要怕 说等玉兰20岁时就把他嫁到外面去 另一边 阿玉和阿巧把老太爷照片上的事情说了出去 老管家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省得惹祸上身 三人说话的时候 谁也没发现窗外有人在偷听 而阿巧被要求 给姨奶奶一家炖鸡汤喝 心中不愤的她 偷偷给自己留了半碗 阿巧出门后 一个神秘人溜了进来 在阿巧留的鸡汤里下了药 阿玉忙完家务后 看到阿巧偷偷留下的鸡汤 便想先趁机享受几口 结果刚喝下没一会儿 便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像是发了羊巅峰 施家恐怖的氛围 让众人心乱如马 为了早日拿到财产跑路 金华和母亲决定暗害施老太 在她乘坐的升降机地板上 浇了腐蚀性液体 这晚因为精神错乱的阿玉 被绑在了床上 等她清醒后 恐怖的血蛙居然钻进了屋子 然而她无法呼救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血蛙吞噬 第二天警察来收尸 惊动了施老太 她刚坐上升降机地板突然断裂 就在施老太命悬一线时 孙女玉兰及时拽住了她 最终经过众人合力救助 老太太成功脱险 姨父质问金华 为什么倒硫酸陷害老太太 金华不以为然说她死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姨父勃然大怒 但对这个养子又无可奈何 而姨妈也承认 倒硫酸也有她的份 此时他们的对话 都被窗外的神秘人偷听到了 原来施家的财产 只有子女到了20岁才能继承 而姨父这个外人 居然是施家的财产管理员 他虽然不同意妻儿这么做 但也无法阻止 姨妈随后找到阿巧 给了她一大笔钱 让她不要把被金华欺负的事情 告诉施老太 并拿着钱 赶紧离开施家 就在姨妈回房的时候 食堂里突然蹦出一只怪物 没一会儿功夫 就让姨妈交了饭票 金华赌博回来经过一间屋子 忽然发现房里居然有怪物的皮肤 十分好奇 可是刚打开门查看 就被一刀给抹了脖子 身上用于催眠的牌子 也悄然掉落 被路过的玉兰给捡到了 第二天 阿巧带着行李离开 准备和老管家打声招呼再走 看见灶台里的柴火掉到了外面 害怕引起火灾 便动手塞回去 不料此时 躲藏已久的怪物突然现身 黑黑一番后 直接咬断了她的脖子 老管家听到喊叫赶来后 突然发现有个黑衣人跑过 仔细一看 居然是古医生 因此没有多想 此时她的背后 还有另一道黑影在监视 这晚玉兰收到陌生人的纸条 说她处境很危险 约她到地下室详谈 玉兰想把此事告诉奶奶 却发现她不在屋里 写字条人正是老管家 她等了好久也不见玉兰来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突然房门被锁 血蛙出现对她进行攻击 管家挣扎时 掉进了被人聚开的地窖里 她在里面发现了死去的姨妈和金华 好在她命不该绝 最终爬了出去 一副得知妻子的死讯 带着女儿离开了施家 离开前 她把监管施家的财产授权书 交给了玉兰 说她明年就有资格了 并告诉她想知道施家的秘密 就开了枯井到下面去查 玉兰一个人害怕 便请来徐老师帮忙 晚上两人打开了枯井 发现里面只有12具骷髅 少了一个 而且井壁上有光射进来 倒破井壁后 发现居然有条密道 密道的尽头有个房间 里面坐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居然是施家老太 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孩的骷髅 说自己的小咚咚想吃糖 显然是精神有问题 玉兰正怀疑 瘫痪的奶奶是怎么下来时 施家老太突然发起暴击 想杀掉两人 为了让玉兰逃走 徐老师牺牲了自己 施老太拼命追杀玉兰 眼看就要得手时 一个黑衣人拿着砍刀迅速跑来 对着施老太的脖子 就是一刀刀起头落 来人正是老管家 他对玉兰讲述了施家的秘密 原来他才是玉兰的亲爷爷 这一切都要从施家13口被害说起 三十几年前兵荒马乱 有钱人都准备逃难 一天管家阿全被施老爷派出去寻找马车 施家老爷把野种一块带走 原来他不能生育 施老爷便和一个叫阿莲的庸人苟合 生了儿子 临走时 女主人从阿莲手里抢走了孩子 不料随后土匪杀到 施家13口连同孩子无疑幸免 阿莲亲眼看着孩子被杀 被扔进枯井中 那时他的精神可能就出问题了 管家因外出躲过一劫 回来时把自己的儿子抱回来 提议两人合作 让自己儿子冒充小冬由他抚养 这样他就可以翻身做主人 名正言顺地接管施家 到时候家产两人一人一半 阿莲想想便答应了 从此以后 他成了施家老太 阿权依旧是管家 但是施老太不甘心 让管家的后人分财产 这才在他们能继承财产前 将他们杀了 并且利用地龙的传说 将知道秘密的人 阿玉 阿巧 金华 姨妈等全都杀了 说完真相的两人走出了密室 而密室直通施老太的房间 就在爷孙俩以为高枕无忧时 地龙再次蹦了出来 咬死了老管家 这回玉兰终于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原来是古医生假扮的 而这一切都是施老太花钱 让她这么做的 古医生是个老色痞 见玉兰貌美如花 想先研究一下昆字结构 然后再杀人灭口 玉兰一路挣扎到厨房 摸到一根正燃烧的柴火 古医生直接被点燃 高燃的欲望 瞬间坠入冰窟 她被烧得死去活来 一不小心掉进了 满是废水的大铁锅 一百度的热水澡 很快升华了她的灵魂 影天最后 玉兰孤零零的摊坐在灶台前 这时她才明白 血蛙 邪咒和地龙 虽然每一样都令人毛骨悚然 但最可怕的还是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